你如何决定设计,尤其是商业项目,我会认为目标决定设计 设计的形式有很多,但在做所有的一种表现的决定前 首先要理解得很清楚,应该要达到如何目的 以及通过什么手段将这种价值赋予目标人物 与刘沙合作为理宁的形象更新 理宁这个牌子有一定的民族情怀在一面 同时也是中国很重要的服装品牌 所以在它形象提升的时候,我们需要理解到 我们应该赋予它的价值 虽然它是一个标准很简单的东西,但它是帮助品牌去说它的故事 而这个故事就是一个价值的产生 亦是我们做一个设计希望可以达到的目标 所以在内面来说,我们跟客户一起去溝通的过程 所以刘沙就帮助客户去找出我们要带出的价值是什么 在简单的形象中,它赋予了几个设计的考虑和决策 例如这个标准是一个面领L字的提取 其实它分开了两笔,它亦是一个中国人的人字的表现 这个人字的写法其实带出了一种民族的情怀在内面 以及带出了中国人去对运动的某一种理念 因为运动是一种人的一种锻炼和提升 同时这个形态也结合了一些李宁的历史 例如李宁作为一个运动员 他的一个安马上的一种卓语的表现 我们将这种动作有所赋予到 所以一个简单形象的表现 其实我们找出很多点去帮助这个品牌 去塑造它一种价值 同时是帮助这个品牌 将它们的故事传达出去 这些就是决定了我们为何要做成这样设计的决定 另一个例子叫做埃尔多斯 它是一个洋涌的品牌 是中国第一洋涌品牌 Cashmail 它亦是一个发展了三十多年的品牌 而埃尔多斯这个城市 是因为这个品牌而根命的 可以看到它在中国大陆来说 是一个领域上的重要性 去做这个品牌 亦是同学会讨论一个价值点 是它一个最大的关键 因为用了三十多年的标志 你要去改它 究竟是表现一个如何的价值 你重新去面对群众的时候 你有什么信息 就是想传达出去 这个其实都决定了我们为何要做这个设计 所以在找这个价值的时候 我们跟客户谈刘先生提出一点 就是作为一个在中国成功发展的企业 不仅是你在市场上获得多大的成功 或者有多少的数字 更多的是你的文化 如何可以影响人对品牌的理解 所以我们多次在蒙古起家 因为它是羊蕴 所以它有它的一种草原文化 因为全世界有百分之六十的羊蕴 是来自于中国 而很大部分是来自于蒙古 所以这个草原文化就是我们希望 通过这个品牌赋予的一种价值 亦希望这些成功的中国品牌 可以往后看 我记得刘先生之前的一本书 亦是叫《往后看》 所以《往后看》是往后看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根源在哪里 所以我们去做这个品牌形象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往后看的过程 去挖掘它以往的一种历史 这也决定了我们最后 为何会将这个logo变成了一只羊 而这个羊也包含了他们之前的形象 将他们的一种文化的传承 留下来 但同时令到这个品牌 有一个回头看回他们的根源文化的一种标志 亦是一种对他们本地文化的一种认可 所以这些我觉得也是一种决定设计的价值的源头 我可以说近速决定刘小康 也好像刘小康决定了我一样 而在他们的关系背后 我觉得是中国文化的认同 和对他的一种寻找 决定了我们的物乐 因为对他们的一种寻找 文化的寻找可以说是我们公司内的一种传承 因为我们既做文化的项目 亦都做商业的项目 而我们做两者之间 他们有一种关元和传承 亦都是一种设计可产生价值的关键因素 所以我觉得是文化决定了刘小康 刘小康决定是一个很丰富的矛盾体 刘小康决定是一个很丰富的矛盾体 对于我来说 她既是我大学的老师 然后加入了公司成为员工 后来成为学科人 从我看来她是一个很亲切的老师 是一个很尖锐的老板 是一个很提携后辈的前辈 亦都是一个很支持和包容的合伙人 在我人生的经历来说 刘小康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她对工作的要求是很严谨的 亦都是一个很清晰的观点 会给到员工的 所以在合作上来说 一定会需要达到一定的要求 以及一定要掌握到她觉得重要的价值 另外刘小康决定是她是一个非常花心的人 她从来不只是做一件事 她同时在做几十件事 有自己的创作 她又会搞一些展览 又会搞一些公共事务的东西 又会和不同的团体合作 总之有七八十件事 有时跟朋友聊天 跟客户聊天的时候 她一扯都会扯到很远 她亦是一个跳动式思维很强的人 会一样东西走到另一样东西 所以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去追求的一个人 在她的世界里 很多东西都是交叉和交接的 互相也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设计师之所以 可以变得更加伟大 以及有影响力的一个重点 就是在她的生活里面 既有很多丰富的东西 亦都可以在里面拉出一条相交的线 因为她做设计也好 或者做创业也好 为何会有一个这样的设计或创业的决定 其实是来自于一个做创业的人 很丰富的人生理历 和她对文化的理解 这些其实是一个很丰富和很交绩的一种 知识背景 所以在她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其实互相的事情都会有影响 亦都变成了她有一个很丰富的阅历 以及有一种比较可以寄深入有钱出的创业判断 创业创业或近年都在她们人生旅途帮助了很多后辈 这我觉得是一个行业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美德 一个Virtual 她有很多方面说过的东西都会有影响我 当然其中一个很早点跟我说 你的舞台有多大取决于你的梦想有多大 我觉得我们去做事 我们不一定是追求眼前的一个利益所在 更多来说是一个自我完善的一个过程 对于年轻人来说 我也希望可以通过刘小康先生这个展览 可以看到其实做设计的一个价值 或者是作为一个设计师 他可以在社会所提现到的一种价值 其实是多方面的 不只是做一些很漂亮的东西 那么简单 他其实是通过创意和通过设计 可以真的影响到一种社会的发展 甚至是将一种我们被忽略的东西 变成了一个更加有价值的情愿 我觉得刘先生在这里 其实是为业界也好 为社会也好 他是树立了一种榜样 我希望这是一种很正面的影响 这种感觉 对于是树立了一种不说明呢 这种感觉 它是不可思考的 那种不同 就是很独特的不可思考的 对人没关系 要的呢 和你感觉